位於花蓮縣結安鄉的山下五街 是太魯閣族的小部落 人口僅僅一百多位 在部落內高壓電塔相當多 高達二十三座 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居民相當不安 而對臺電無視的行為有相當不滿 去年停工一個月就有另外研理方案 就是把假設有六座電塔 簡為三座電塔的方式施作 也就是距離拉長 盡量不要插在部落土地上 但是這樣的方案還是會跨部落 在一月三號 部落居民一樣抗議臺電的作為 一個小部落內就有二十三座高壓電塔 而且都臨近住戶 立委孔文吉提出三個改善方案 包括地下化 山上共構 或是沿著木瓜溪 並跟部落達成共識後再進行動工 若沒有替代方案就無限停工 六座的高齡電塔必須淘汰換新 臺電必須臨時搭建十一座小電塔 全長約一公里 立委孔文吉表示 若臺電移孤行沒有提出替代方案 仍繼續施工 將在立法院全力杯葛 據著嘎召買藥花蓮吉安採訪報導 楊先生好 嗯 嗯